但我看著那個心電圖的時候 我會在想它可不可以 不要那麼弱 可不可以 會不會突然間可以 有回心跳 我叫Gigi 今年23歲 現在正在做兼職的咖啡師 我是一個獨生女 一家三口 爸爸在我三歲的時候 就因為肺癌過了身 對爸爸沒有印象 因為實在太小就離開了 唯一可能有一點印象就是 幼稚園去Sloopy公園 再下一個畫面就已經是 坐在一個殿堂那裡 拜著爸爸 媽媽的反應其實都算平淡 又不太說話 還有因為 其實我在香港 都幾乎沒有親人 爸爸那邊好像是 跟親戚斷了關係 其實整個靈堂 只有我和媽媽 我會覺得我和媽媽關係很好 因為她也很疼愛我 因為始終是獨生女 其實在家裡很窮的 我也知道的 但她也會給我一點錢 她不會頸疼 我會覺得她經常都會想著我為先 什麼事情都是想著我先 反而擺了自己次要 就算自己好像沒有錢用 都要給我錢 校門有個類似鐵網 她會把錢在一個洞裡塞給我 她可能突然想起 好像要給女兒的零容 就已經入校門口了 都要塞給我 有時媽媽會帶我去她工作 一起看完她工作 但有時候就會自己一個人在家 對 我小時候就通山跑 我有一個印象是 我媽媽應該在村上打麻將 然後我就自己樹了出來 我媽媽學會走 應該兩歲了 我走了去馬路 然後我找不到媽媽在馬路上哭 然後有輛車經過 然後看到那個弟弟就哄我的鈴鐺 然後就幫我找回媽媽 現在那個鈴鐺還在 四、五歲的時候 媽媽就在工作那裡 是一個工廠 認識了一個小他17年的男生 那一段交往之後 就變成了跟我們一起住 就在那間新的村屋裡面 其實沒有說怎樣特別被通知 媽媽的一個新男朋友 純粹是因為她已經搬過來 跟我們一起住 就很明顯是在一起了 那時候媽媽剛剛跟爸爸在一起 可能會忽略了我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都是只有自己一個玩 就有一點寂寞 或者沒有什麼人利用感受 跟隔壁屋的兔子 或者走去鄰居 跟其他小朋友 跟流浪狗玩 學校好朋友有多少 不如他們的家近一點 我就會送他們回家 然後我自己回家 為什麼會想不和我回家 可以爭取那段時間 跟他們聊天 因為我媽媽 經常都會單獨跟她男朋友出去玩 有時候會放在我家 我其中一樣最深刻就是 整個11點12點 他們都還沒回家 然後我就在家等他們回來 多過是照顧你 是不是這樣 還是其實不是 都是很平衡的 我有時候都會覺得 媽媽喜歡拍拖 多過理我 但是我都會算是一個 比較獨立的小朋友 放學之後 都是自己去公園玩 有時候不會馬上回家 還有那時候 就令我已經有個壞習慣 我會很晚才回家 我小二就已經是自己走路上學了 走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的路程 放學之後 去公園玩 我可以玩到十一、二點 都不回家 但是我媽媽會知道我在那個公園玩 為什麼你不想回家 因為我會知道媽媽想和男朋友贏世界 可能有個想法是 不想阻礙他們 所以就是在公園玩 都不會玩 玩耍蠻雞 那時候 因為我裙上的那些 已經是小五、小六的小朋友 他們會拿著籌碼 我會教我玩耍蠻雞 在這裡 叫人表演 表演完就給你一個籌碼 還有會教我玩耍蠻雞 我沒有玩 但是我會看他們玩 跳舞 有一點搞笑 媽媽第二個男朋友 就年紀比較大一點 我不太知道實際是多少 但是應該跟我媽媽差不多 或者大我媽媽一點 她是一個 肥肥的、矮矮的 有福氣的男人 但是我不會稱她為 媽媽男朋友 因為我只是見過她幾次 而且也沒有太多深入的交流 我第一次見到她 就是 在我家 媽媽帶了一個 男人回家 就叫她叔叔 然後聊了一會兒之後 他們兩個就進了房間 那個男人的電話 當時就放在廳裡 那個信息一響 螢幕一亮 我就看到一個 Wallpaper是結婚相片 那時候就有一點點 純約覺得 她們不是一般的男女關係 我有靠耳朵在門口聽 但是不太聽到什麼聲音 但是門鎖是鎖住了 那你當時知不知道 男女之間是否發生 一些肉體上的關係 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 為什麼會知道呢 是因為 幼稚園的時候有一個鄰居 是會播放一些AV給我看的 是一個挺差的經歷 所以在這裡 就是跟你說 所以我會播放一陣子 那時 我會播放一陣子 大家都打開門 我可以到處去的 那我有時 在家中又出來 然後 然後 鄰居的 那兩夫妻 好像都挺歡迎我去玩的 那樣 鄰居有部電話 可以玩 我有一天就拿著電話坐在鄰居 是一個公公和婆婆 他們的房間就坐在這裡玩 玩了一下我公公就關了房門 然後他就說給你看一些東西 他就會播一些AV給我看 我的印象就是有個女人和男人 在一張很大的彈床上 我就問那個爺爺 我就問那個女人 為什麼那個女人叫到這樣的 然後那個爺爺就說 因為他覺得很舒服 因為我第一次接觸這些 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看完就算了 他沒有弄你的? 他有 他會把我抱到一個櫃子上面 然後會脫下我的褲子和我的底褲 舔我的下體 這件事是試過一次還是持續? 一件事嗎? 應該大約有三次 因為他跟我說玩遊戲 我就覺得是正常的事 我想一定死了 他本身已經很老了 我想那時候已經是六、七十歲 所以這件事都沒有跟長輩說 我媽媽也不知道 純粹是覺得沒有必要說 而且說了也不會說可以有什麼改變 有一次媽媽上完大陸 她帶了一些文件下來 我自己會八卦會看 我就看到裡面有說到媽媽 子宮那裡有個腫瘤 然後她真的在香港的醫院求醫 我又有偷看報告 那時候已經說是子宮頸癌三期 我媽媽是走不了路 那時候已經嚴重到 第一晚在屯門醫院的時候 然後我通宵地在地上逗留了 之後我已經回家了 每一天或者隔一天 就去一次屯門醫院 然後晚上再自己回家 她走不了 我就要幫她買尿片 那我怎麼有錢呢 就是媽媽給了一張銀行卡 她就跟我說過密碼 那我要什麼呢 就自己按錢 然後自己買 記得那時候是 小錄的暑假來的 那就 剛剛開始放暑假 所以就不用上學 就拿著一張銀行卡 每天都去買一些東西 給媽媽 然後用一張銀行卡 就把媽媽解決自己的三餐 媽媽在醫院是 七月到九月尾的時候 是兩個月而已 但是那時候經歷了 升中學 我就很少問她情況 但我都會看得出來 例如她真的 連腳也不能動 我就會幫她按一下腳 按一下身 有時候會幫她擦一下身 因為她不能洗澡 我還記得媽媽走之前那幾天 已經是說不了話了 她就這樣躺下 擦大嘴巴 那時候我來到探望她 姑娘就會給我一杯水 譬如有一枝木棒加 崩帶 就沾一下水 幫她濕一下嘴巴 但那時候她已經沒有什麼反應了 她的情況是最差的 有一個默薄器接著她 我看著那條線 很微的 看到她越來越微 到最後她不是一條直線 她還是有一點 但醫生已經宣佈了死亡 我看著 媽媽又看著那條線 很不真實 這個畫面 但我看著那個心電圖的時候 我會在想她可不可以 不要這樣 可不可以 會不會突然間可以 有回心跳 雖然我希望可以這樣 但我知道是 沒有作用的 純粹是一個 幻想可以這樣 就是 其實我不是很能接受到的現實 我個人好像沒事 沒有哭過 也沒有說不說話 那些傳導 或者表舅父 就會稱讚我 說你很堅強 很硬正 但我想純粹是一個人 比較迷惘 不太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緊急的養家庭 她只是照顧了我三個月 因為她也是一個中轉站 她存在的目的就是讓我等到有長期的教養服務去收我 大概九月初 我就被通知 被通知可以進去了 那時候 社工就和我定了一個日子 這一天 你要進去這裡第一天住 這一天之前 你就要收拾好一些東西 是你的日常用品 必要的東西 才帶進去 在收拾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要帶什麼進去 因為太多東西 太大了 間屋 太多有回憶的東西 在小時候 媽媽有交代過一個櫃桶 如果火燭 是一定要整個搬起拿走的 所以那個櫃桶裡面的東西 我都全部帶走了 一邊可能有一些我的針卡 我媽媽以前的結婚症 我外公的結婚症 以及以前救命人的那個鈴鐺 有一些這一部分的意義在裡面 我就有帶走的 最後晚上睡在家屋 是沒有關燈的 我記得 我還要好像不是在床上睡 我睡在一個沙發裡 就是一個廳裡 那時候 一個很大的利用袋 可能更大一點 我真的自己一個 就這樣撐住 撐住上地鐵 撐住上巴士 然後就 轉去地鐵 整整整袋子 我一個天不斷拖 沒有人幫我的 那時候除了我 還有兩個小朋友 都是小學生 我們三個就住在一張床 陸架床 再加紙母床 大概三個床位 那段時間 我都算是 過得挺開心的 因為有人跟我說話 他們都沒有代博 又有犯後果 雖然雖然雖然沒有零用錢 雖然那時候沒有 但是 會有些零食給我帶回學校 但是 到了離開之前 那一天 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我轉去 長期服務之前 那天 就 吃完飯 要拿些抹布去擦地 那一塊抹布就在廁所 廁所那裡有 另外一個媳婦 和她的兒子在洗澡 那她就說 當時她的錢包 就放在廁所那裡 那我只是 拿了抹布 弄濕它 就出去了 後來她 跟那個 結婉依依 即是她的媽媽 跟她說 我的錢包不見了100元 那她就說 那時候只有我過去 那就很肯定是我做的 那當然 但是沒有做到 但是她很堅持 因為她跟我談的時候 她說我哭 所以她就說我心虛 第三 我哭是 委屈而哭 因為我一個委屈 就很容易哭 一哭我就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我就說 我沒有做到 我只是 拿抹布 我真的沒有 然後她就叫我 你認了她 我不會罵你的 你就算拿了 我也不會罵你的 但她就沒有正視我 否認自己 沒有做過 但也沒事了 因為 過了一兩天 其實我已經走了 她 也沒有為難我 她只是說 我本身也打算給你一百元 你旁身 因為怕下一個 幾個家庭對你不好 她這樣說 是會突然間 覺得很傷心 相處三個月 雖然也很短 但在最後那天 才有一件這樣的事 好像 破壞了那三個月 建立的關係 第二天 面對新的家庭 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又是這樣 會不會 我很喜歡這個家庭 但後來有一天 原來他們不是這樣看我的 原來覺得我是一個好人 小朋友 新的家庭 因為方便我上學 都是元朗的村屋 但她和我之前住的村屋不同 就是她是三層的 姨姨、叔叔 另外她們還有四個女兒 有三個會和我住在同一棟樓 有一個本身嫁要出去的 還有養一隻金毛 因為我都喜歡狗 我聽到其實我也很開心 但我表現出來 我又不太說話 她們問我什麼 我都是 噢噢 噢噢 對 這樣就算 好像又是 不是很懂得表達自己 對著一群新的陌生人 也會幫我安排零用 那時候就 一開始 一個星期七十塊 然後 之後 好像再大一點 中四之後 就一個星期一百元 這些是不包括吃飯的 因為吃飯 是在學校吃飯盒的 出街上吃飯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 本身我住的家庭 她自己會出去吃飯 因為她也是一個大家族 鄧氏、黃氏等 他們 有時候會去樓浮山 茶樓 或者新年 那些就去得近密 或者有時候有些盆菜宴 另外第二種我會出去吃飯 就是 有時候下午 星期六日 家裡有時候會沒有人 因為醫醫要出去買菜 其他人就上班 叔叔都上班 會放下幾十元 給我自己出去買菜 家裡不說話 那是因為家裡 住的地方 在學校呢 你說不說話 我不是那些會很主動認識朋友 都是自自然然 熟絡了之後 對著朋友就有很多話說 那段時間 我覺得自己也挺藏起來 但是 再前一點 可能小學 對著一些不認識的人 我又不會那麼收買 我想就是因為經歷了那幾個月 突然間 發生這麼多事 我就發生了少許變化 他們的雪櫃我幾乎沒有開過 因為 好像你去別人家裡 你不會突然開別人的雪櫃 我記得我 背開雪櫃的時候 就是 中午的時候 煮公仔麵 可能拿一條小腸 一隻蛋 就沒有了 我會很感激這個家庭為我做的事 但其實我真的放不了很多感情 我自己其實過去六年 都是很少向他們表達我的心情 或者當天發生過什麼事 很多時候 吃完飯 我就躲在房間 因為我自己當時有一間房間 他們會想我不要關門 那是可以的 但是當一有人經過 我就會覺得很緊張 他們會不會突然過來 問我一些事情 他們走了之後 我才會放下那個感覺 放下那個擔憂 才放鬆一點 這個健養家庭已經做了這個服務 大概有10個小朋友 我是他們的最後一個 就是他們做了我這個 就會退休 不再做這個健養家庭 18歲之後 就要想再住哪裡 因為那個健養家庭 那個服務 只可以提供到18歲 不可以超過的 社署那邊因為 那時候跟我的社工 他推薦我報報VTC 裡面的高低課程 因為VTC那邊 有一個學生宿舍 我可以住在那裡 一整年 起碼兩年 暫時不用想到哪裡 我九月開學之後 其實我是宿舍和那個健養家庭 可以兩邊走的 平時要上學的時候 就是宿舍 起床之後 搭兆巴上學 星期六天或者放假 才會回幾個家庭 吃飯 或者多住幾晚 因為都不算很久 只有兩個月左右 我想他已經習慣了 我自己也是習慣了要回家 因為始終人家問你 你現在去哪裡 都是回答 我要回家 沒有其他地方 那個地方自自然而成為 那個地方自自然而成為 唯一一個家 在倒數中之餘 還有都是在收拾東西 一直在收拾東西 會一直在想 這六年 在這六年發生的事情 都算是一個好的回憶 開始害怕我自己一個的生活 會不會生活得不好 所以看 還有人照顧我的時候 我就會 更加珍惜被人照顧的時光 那幾個禮拜 其實都跟平時差不多 他們不會特別說很多話 說寬送我走 他們都沒有給我什麼忠告 純粹是送你走 完成了一個任務 把你抽大了 肯 接下下來的路 你就要自己走 那就不能依賴他們了 雖然他們沒有這麼說 但是他們的行為會 令我覺得 我替時候要獨立 感情 不可以說沒有 但是不多 那時候 就來中立畢業 衣衣都會帶我去旅行 可能只是回大陸玩 應該會睡一兩天 那也是一個挺好的回憶 會覺得他們有我心 想在我走之前 放假 都帶我出去玩一圈 最後一天走 我記得是 晚上來的 吃完飯 躲著最後的行李 都是簡單說一句 我走了,再見 再見 那他們又沒有說要 保持聯絡 或者怎樣 但會說 可以回來吃飯 要我照顧好自己 對 簡單說了兩句 我就 出門口 自己去了 乘車 去BTC宿舍 在想什麼 在想過去六年 可能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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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不夠好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我可能會說多些 表達多些自己的看法 因為他們不是 故意不跟我說話 反而是我自己收起來 雖然都很慚愧地說 已經沒有聯絡 但他們那份照顧 我一直都放在心底裡 為何不聯絡 為何不聯絡 因為交情 未夠深厚 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在我 在這個家 我比較少說話 在沒什麼交流之下 我會說 交情是會博一點 所以我都很 都很後悔 沒有跟他們說多些話 去到 我以前會想 是不是 自己的地位 不夠 在他們心目中 不夠高 因為始終他們都 照顧過我十個弟弟 好嗎 其實我也是其中一個 只是 覺得 他們心目中 我這麼重要 我打了那次 電話給我 之後 之後沒有聽 之後就沒有再打 因為那次已經 顧氣了 勇氣 就沒有第二次的勇氣 是嗎 兩年 可能最近的事 不是 三年前 三年前 你打他想說 想圈寒 是 純粹要關心一下 他的近況 打過去 一定沒有說特別 什麼要說的 你有沒有轉電話的 有 所以他才找不到我 就是 你沒有把這個 為什麼不打給你 你沒有把這份 我感覺到你對他的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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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了第二個 既養家庭之後 就在VTC 分別讀了 兩科 在VTC宿舍 住了一年半 但是 兩科都沒有畢業 那時候的社工 就 推薦我去 另一個 過渡的 旅宿舍 就是 協青社 協青社裡面 全部都是 樓架窗 純粹一個大的空地 全部都是 一個個樓架床 你可以說 類似監獄 但是 一定不會好像 監獄那麼差 次監獄的位置 是他會 收電話 他可能 早上 10點 才可以 拿個電話 去到 晚上 應該大概 8點左右 你就要交電話 第二個 宿舍 他就一定要來 上班 和上學 所以我進去之後 就已經被那些 職員迫伯 就要快點找工作 所以我就不斷 發電話 其實都是 售貨員 也就是餐廳 很快就有一間 咖啡店 就聘請了我 一做就已經做了 四年了 所以 一直的收入 都是來自於這裡 因為始終 協青社 都一定是一個 過渡的宿舍 社工就想我 住回一個 正常一點 可以自己 看著自己的環境 因為 如果是協青社的話 就二十四小時 都一定有一個職員 看著你的 但是善導會 就不同了 它是一個 合租的單位 一個單位 住四個人 那裡有四個女生 包括我 那時候 我剛進去住 有兩個女生 都是我認識的 是以前 協青社認識的 另外還有一個 比較大年紀的 依依 我們就會 四個人 分享兩間房 再分享兩個廁所 在善導會 住在善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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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起床發現 自己全身都很痛 好像被人打完 而且我舉起手 會覺得 不太舉得起 而且這個情況 是越來越嚴重的 就是我一天會痛 那一天 半年之後 我發現自己 好像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下班之後 都很痛 但是腳痛 腳掌的位置 抬不起 我過馬路 我又 開始綠燈 走到斬燈 走到紅燈 我還沒過完那條馬路 那次我終於走去 看急症 因為我發現自己的手指會變色 在我當時 它就會變得 全部都 手指全部都是一折折白色 然後再久一點時間 會變紫色 那我去到急症室 醫生會 立即有一個想法 是否我有紅斑狼瘡 因為這件事情 叫做雷諾試跡 那就是 紅斑狼瘡 或者其他 沒有系統的疾病 才會有的特徵 就立即叫我抽血 然後等報告 大概過了三個月 我就發現自己 有另一個狀況 就是全身出紅疹 那些紅疹是非常癢的 癢得我睡不到 急症室醫生 就建議我 不如你立即入院 因為你要盡快檢查到 是甚麼事 才可以 可以繼續治療這個病 第一次入院的時候 我是很傷心的 因為那天是我媽媽的生日 我就躺在醫院裡 一個人 整間病房都沒有人 只有一個 然後我就想 以前媽媽自己一個 住醫院的時候 有多辛苦呢 原來 住院真的很孤單 真的很孤獨 而且那時候 沒有電子器材 你根本是用手指 隔壁床的人 也未必跟你肯聊天 所以那時候 我就會特別傷心 而且那一天 是母親節 在醫院裡面 他不停幫我抽血 肌肉酵素 人類正常 應該是100到200 但是那時候 醫生幫我出現 就說 我有六千多 肌肉酵素 那就超標了很多 要馬上吃這個 肌肉酵素 去降低 因為要馬上 大量去降低 我就每天都要吃 九粒的肌肉酵 我出院之前 醫生就幫我 預約了 做這個腎組織 之後就是等報告出 一開始我以為是 一開始正常 應該是 複診的時候 才聽那個報告的 但因為那個報告 實在太不良好 我上班途中 坐車 我就已經收到 醫生在 ICU那裡 打給我的電話 她說 不好意思 這個報告 因為我們 檢查到 一群囊瘡營的腎炎 已經是異期了 所以 我幫你安排入院 你今晚就要 立刻過來入院 非常趕急 因為我當天還要上班 我當晚已經好像 灰姑娘一樣 又是 收拾好自己的行裝 就 過去醫院那邊 搞入院 醫生那邊 都看到 在討論 那個病 因為我除了 和 狼瘡營腎炎之外 還有 另一種 免疫系統病 但他們 還未確定 是哪一個類別 因為 有分很多 什麼 硬皮症 之類的 後來 他就說 我應該是 MCTD MCTD 是一個 混合性的結體型 免疫系統病 就是 我每一種 免疫系統病 都會有 少許的特徵 但其實 我是 完全不知道 什麼 我完全沒有聽過 這些病 我 Google Google說 是一個 挺罕有的病 你覺得自己慘嗎 其實我沒有特別覺得自己會 是屬於慘的 因為我 由出生開始 每一件事 這樣推過來 推過來 是很順其自然 不會突然間有一個 低谷位 反而是 跌少許 再跌少許 再跌少許 只是很默默地承受 再承受 我會覺得 這是一個現實 而且不是一個 慘況 就是屬於我的一個 故事 而不是一個慘況 你幻想中 的將來 你的生活是怎樣的 我對將來每一個概念 現在都算是 叫做 活在當下 就是 見步行步 其實自己一個 都可以 過得很好 因為 始終都 獨立了這麼多年 其實都學會了 如何一個人相處 我也挺喜歡自己一個人 吃飯 自己一個人看電影 我經常都被一個 觀念自己是 沒有東西是永遠的 就算今天我和我一個人 一起 都不代表一輩子 我會覺得自己是 有些抗拒 接受別人的愛意 無論是 朋友 同事 之間的愛 我都會覺得自己 好像 不 不應該有 好像 你為什麼是 將這些愛 給我的呢 為什麼不是 給其他人呢 但是你說 要給愛人 是一個很難的課題 你覺得媽媽 照顧得你好些 還是依依照顧得你好些 嗯 我會選是媽媽 為什麼呢 她所有給我的回饋 都是很正面 她從來都很少 說我這樣做得不好 從來都是得 鼓勵 和讚 還有 有一次 我很內疚 小學的時候 我跟媽媽說 你會不會覺得 我很少跟你說我自己的事 然後她就說 不會 你經常都跟我說自己的事 又跟我說你小學 又跟我說你上學 又跟我說你上學的時候 試藝堂畫了些什麼 原來她這些都會記得 想不想 被姨姨看到 想不想 想不想 想不想被她 知道 你離開了這個家庭之後 發生的事 都沒有所謂 挺好 挺好的 就是什麼 嗯 嗯 知道了也挺好 你上吧 想不想 想 上 新鮮 是 嘞 你 我